我们当时就创造了君子就是做这个玩意 你后来拿博士了吗 没有没有 没有继续拿 这很神奇啊 就是我刚刚还跟那个Emily聊 就是我当时做那个外卖也可以做 但是我就下不了决心放弃自己的博士 因为我一旦你决定要创业 自己当老板以后 你学位都是虚无了 是 你的学习能力很重要 就是拿个博士 最后你要写个论文 你这个决心下得那么坚决 是为什么可以 什么支撑了你这么坚决的决心 我觉得我自己知道想要什么吧 就是换句话说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读北大的原培 自己选专业的东西 就是从最早就开始训练自己要做选择的能力 当你做了选择 你的机会成本就不存在了 因为我就不存在 我去大公司找工作这样一个可能的未来了 这样的话我就不纠结了 对吧 所以最重要就不纠结了 因为确实说像我们这背景的 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 先知交子对吧 干什么都行 是 但一旦纠结反正什么也干不了 对对对对对 做决定比纠结要壮很多 而且有人说机会成本是你选一选币的时候 这两个选项都在你面前才有意义 第一 第二你做了选择 它又变成沉默成本了 那就不要去想了 对对对 所以就不要想沉默成本 很棒 那确实活出来了不一样的人生 谢谢你的